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李斯为摄人 蒙敖 王和 镖公等人为将军 史皇年纪又小 又刚即位不久 国家大事便委由大臣处理 进阳造反 元年 将军蒙敖平乱世 二年 标攻率领军队攻打魏卷 斩首三万多人 三年 蒙敖进击韩国 攻取十三城 王和在此时死了 十月 将军蒙敖攻卫士的昌和有鬼 这一年 大饭 这一年 大饥荒 四年 攻下昌和有鬼 三月 罢兵 秦王在照做人质的儿子回秦国 赵国的太子回归赵国 十月 攻淫 大群黄成从东方飞来 把天都遮蔽了 天下瘟疫流行 老百姓只要向政府纳力一千担 就封决一击 五年 将军蒙敖进军卫国 平定酸枣 攻占 燕 须 长平 雍丘 山阳城等地 共取二十座城池 设置东郡 这年冬天居然大雷 六年 韩 魏 赵 魏 楚 五国联合攻打秦国 取下寿林 秦国派出军队 五国才罢兵 秦国便攻拔魏帝 禁逼东郡 魏国的国王名叫角 只好率领他的部署千居野王 平视山险 以保住魏国的河内 七年 天上出现彗星 先是在东方 后来转往北方 五月又出现在西方 将军蒙敖由于攻打龙 姑 庆都而战死了 于是调回军队去攻打极地 这时惠星再度出现西方 十六日 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过世 八年 王的弟弟是长安军 成交 率领军队进击赵国 却自己造起反来 死在屯流 手下的军力全被斩死 把该地的百姓迁往临赵 讨伐成交的秦将必死后 屯流的朴湖又率领着他的部队造反 编路他的尸首 同时 黄河泛滥 河里的鱼大量流到平地上来 秦国的人民便轻车重马 迁徙到东方旧石 此时 烙矮受封为长信侯 赐给山羊之地 让他居住 而且所有的公式 马车 衣服 院幼 迟烈 一概任凭落矮的意思 凡事无论大小都取决于他 又把河西太原郡改为矮国 九年 彗星出现 有时光芒照遍整个天空 请派兵攻打魏的元臣和蒲羊 四月 始皇夙于雍 即友 举行成人加官的典礼 佩戴宝剑 长信侯烙矮阴谋造反被发掘 他假造始皇和太后的硬性 发动县里的军队 以及侍卫 官齐 容敌军功 射人 将进攻 齐年功 作乱 始皇知道这件事 命令向国昌平军 昌文军 起兵攻打落矮 在咸阳作乱 杀死反族数百人 昌平军 昌文军都败受绝位 所有参与这次战役的患者 也都升官一级 烙矮等打败逃走了 遂及下令国中 有人活捉烙矮的上千百万 杀死的五十万 因而烙矮 魏魏杰 内使四 左翼杰 征大福令 齐等二十人 全被选手车列示证 并且移灭他们的宗族 烙矮的门下宾客最轻的 也罚劳役三年 至于夺去官爵 流放四川去的有四千多家 命令他们居住在房陵 四月 虽然是梦夏 竟有因天寒被凳子的人 秦将杨端和攻打魏国的掩饰 彗星出现西方 又出现在北方 从北斗附近向南移动 有八十天之久 十年 向国吕不韦 牵连烙矮的案件 免去官职 封环以为将军 齐国赵国的使者来到秦国 秦王设宴款待他们 齐国人矛娇 游说秦王道 秦国正要以天下为事业 而大王却为了烙矮事件 而有流放母亲的罪名 我恐怕诸侯听到这件事 会因此而背叛秦国啊 秦王于是把太后 从雍迎回咸阳 仍然让她住在甘泉宫 同时全面搜索 国内任职的宾客 要将他们 稀朔驱逐出境 李斯尚书秦王 劝指这道逐客的命令 并且重击游说使皇 请他先攻韩国 以恐吓其他国家 因此派遣李斯 去攻打韩国 韩王十分忧虑 便和韩非言商如何 削弱秦国的力量 大梁有个叫魏辽的 来到秦国游说秦王说 以秦国的强大 比起诸侯来 就像是各郡县的君主一样 怕的是各国连起手来 出其不意的来攻打秦国 这也就是 智博夫差 闽王所以丧亡的原因 希望大王不要吝啬钱财宝物 拿他们去贿赂各国 有权势的大臣 破坏他们的计谋 不顾花费三十万金 各国的诸侯就可一网打尽了 秦王听从他的计谋 每次见到魏辽 总是以最上等的礼节带他 自己的衣服饮食和魏辽相等 魏辽私下道 秦王的相貌 比如黄蜂 又狭又高 眼睛细长 胸童质鸟 生如豺狼 这种人刻薄寡恩 心似虎狼 困穷的时候 很容易对人谦卑 得志的时候 也会轻易地吞食人 我只不过是个平民 见到我的时候 常常表现出谦卑的样子 如果真的让秦王得志于天下 天下人变成了他的俘虏了 这种人是不可和他长久共处的 于是 打算逃离秦国 始皇发觉了 一定要挽留他 任命他为秦国的位 完全采用他的计策 这时 李斯掌握国家的大权 十一年 王俭 还以 杨端河 进攻叶城 取下九个城 王俭 便攻打 鱼语 辽阳 把所有军队合并成一军 由王俭率领 过了十八天 将军争俸禄在斗石以下 而又没有功劳地遣回 十人中 只选择二人从军 集中精锐 终于攻下 叶 安阳 命还以为将 十二年 文姓侯 吕不韦 引证而死 他的门下宾客 偷偷把他埋葬在洛阳附近的北盲山 宾客中 有临丧哀哭的 如果是三进之人 也被驱逐出境 如果是情人 而俸禄在六百弹以上的 夺去官爵 流放到房灵 五百弹以下没有临丧哀哭的 也迁徙房灵 但可以保存官爵 从此以后 掌理国家大事 而不依循常法 像烙矮 吕不韦这样 种门寂寞的 都比照这个办法处置 秋天 赦免被流放到四川去的 烙矮门下舍人 在这期间 天下闹起大旱灾 从六月起 一直到八月才下雨 十三年 还以攻打赵国的平阳 杀死赵将 护折 消灭敌军十万人 赵王逃往河南 正月 惠星在东方出现 十月 还以再度攻诈 十四年 秦军在平阳附近 攻打赵军 取下一安 大败赵军 杀了他们的将军 还以平定了平阳五城 这时 韩非出使秦国 秦采纳里斯的祭策 激留韩非 韩非死在云阳 韩王请求为臣 十五年 大举出兵 一支攻到叶 一支攻到太原 取下狼梦 这年地震 十六年九月 发兵接收韩国的南阳 派遣内使腾 设立该地政令 开始命令男子 报写年龄 同时为献秦 雍州 新丰县一带土地 其设置为利益 十七年 内使腾 内使腾进攻韩国 掳获 韩王 安 把韩国整个纳入秦国的版图 改设为郡 叫永川 这年地震 华阳太后死了 人民大饥荒 十八年 大举攻打赵国 王俭率领上帝的军队 攻下井刑 阳端河率领河内的军队 围困邯郸城 昌惠攻赵 十九年 王俭 昌惠 完全平定赵国 取得赵国的土地 在平阳 掳获了赵王 迁 又引兵 想要进击燕国 驻扎在征山 秦王来到邯郸 许多和秦王当年 生在赵国时 母家有仇的人 都被活埋了 然后 秦王从太原上郡 返回秦国 使皇的母亲 皇太后 在此时过世 赵国的公子家 率领着自己的宗族 数百人 逃到代 自立为代王 与东方的燕国 河滨 驻扎在上谷 这年 又闹大饥荒 二十年 燕国的太子丹 忧虑秦国的大军 禁逼国境 派遣荆轲 前往秦国 刺杀秦王 被秦王发掘了 肢解他的身体 以示政 并且命令王检 新圣 禁军燕国 燕国 代国 共同发兵 袭击秦军 燕国的军队 反被秦德人马 在溢水西方 打得大败 二十一年 王奔攻打 继承 宗调 共多的士兵 前往王检的部队 于是 击破燕太子的军队 取下燕国的继承 获得太子丹的首级 燕王逃到东方 收拾辽东 而冲王 王检老病 辞官还乡 新政造反 昌平军 千居 颖 天降大雪 有二尺五寸厚